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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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aipei City Government Online Open Course, I'm your teacher Ben Today our lesson is to focus on Best Response Questions of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主題主要是在解對答的聽力提醒 OK, so, before our class begin We are going to go through the goals of learning today First of all, I'm going to give you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what best response questions are And then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echniques Of doing these kind of tests And at last, we'll have several practices for you to do Let's check out 什麼是Best Response Questions呢?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格式 格式是怎麼樣的 這個是你在大考參考提醒裡面 所可以看到的題目的樣子 那有幾個重點請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個,通常呢,Best Response Questions 對答的提醒都是單題 那它播放的次數呢 也只會播放一次 播放語音的內容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通常只會出現一個單句 這個單句或許是一個問句 或許是一個指數句 在題目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 問題不會顯示在題目中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四個答案的選項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一類的題目有什麼樣的特性呢? 第一點 因為通常是日常的對話 所以會有一些比較不正式的用法 第二點 不管它說的是直數句 或者是疑問句 其實說話者都會期待某種的回應 而作為解題的人 你就必須要了解說話者 他想要得到的回應是什麼 這樣你才能夠選出正確的答案 第三點 如果你遇到的是疑問句的話 通常我們過去學過疑問句 這是兩大類 一種是有疑問詞的 who,what,where,when,why,how 另外一種就是所謂的yes,no questions 它的開頭是逼動詞或者是助動詞 好,我們為什麼要區分疑問句的種類呢? 因為一開始在聽的時候 可以確定疑問句的種類 你就會比較容易選出你想要的答案 或者是正確答案 No.4 因為呢聽力的內容只有一句話時間 所以反應時間比較簡短 你必須相對來說要更加的專注 OK,so let's check out how to deal with best response questions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方法可以來處理這一類的聽力測驗呢? 好,首先 before the test,you can do some task preparation 在參加這樣的考試之前 你可以做一些考試上面的準備 那聽力不外乎就是兩大區塊 一個就是你的單字量 一個就是你的背景知識 所以呢,第一點vocabulary try to increase your vocabulary words as many as possible 通常你在聽力裡面聽到聽不懂的字 很容易的會讓自己覺得很焦慮 而甚至會影響到你整個聽力內容的理解 所以呢,請各位同學如果有空的話 盡量增加自己的單字量 那No.2 background knowledge 請各位同學可以廣泛的閱讀 閱讀各式各樣的文體報章雜誌 來增加相關的背景知識 也許他說的這個東西 可能就剛好跟你的生活經驗剛好有連結 那你就可以更快的理解他所說的這個內容 No.3 conversational English 好,因為呢,best response questions 他主要還是口語為主 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多接觸一些日常生活的用語的英文 例如說廣播劇 或者是電視上面的戲劇 甚至聽廣播主持人的閒聊 這些都可以增加你對於conversational English的接觸 OK?好,那我們在正式開始解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哪些步驟處理呢? 第一步,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read first 在語音播出之前 先快速的瀏覽四個選項 好,No.2 listen for keywords 當他唸出這句話的時候 你未必有辦法聽懂每一個字 但是你能做的就是抓到關鍵字 你能抓到關鍵字以後 對你來說要了解這句話想要問的 或想要表達的主題 就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No.3 identify the questions or the speaker's intention 好,你聽完了這句話 你知道了這句話的內容 你必須要分析說話者他期待什麼樣的回應 你要給他best response 你要給他最好的回應 OK,確認了完這件事情以後 回來看我們的答案 四個答案的選項 然後做第四步 eliminate illogical answers 刪除一些不合邏輯的答案 這樣你就可以更容易的 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OK,so, that's have some practice 我們先來聽一下 Example 1,請聽立題 Question 11 How many students are in your math class? 根據我們剛剛所聽到的內容 我們可以聽到一些keywords 一些關鍵字 關鍵字是什麼呢? How many students, math class 所以呢,這個說話者的意圖 他想要知道的是什麼呢? 想要知道學生的數量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這個題目的本身 來看一下你應該要選什麼呢? 我們先來刪除不合邏輯的部分 哪幾個不合邏輯? 先看一下b,b一定不合邏輯 I don't really want anything to drink now 我現在什麼東西都不想喝 我沒有問你任何東西跟喝的有關 好,c也有問題 來看一下關鍵是 in the bus crash 我沒有提到任何跟bush crash 跟巴士的撞車有關係嗎? 沒有 所以呢,就算你告訴我 5 students也是不合理的 好,看一下第一選項 好,there were many students in our school 問題就出在many students 我問你how many 結果你回答我many students 等於沒有回答 這個在邏輯上面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正確答案是 A,30 in total 總共有30個人 15個男孩15個女孩 好,我們來做一下接下來的題目 Example 2 請大家聽一下例題 好,聽完這個例題呢 其實很簡單 他就說了這麼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 How may I help you? 好,如果你在用一問句的概念 去分析這句話的話 你就會覺得一定要問的是 how 你要回答如何 但事實上呢 如果你去了解說這句話 背後的背景 通常你會在什麼樣的地方 或者什麼樣的情景 聽到這句話 How may I help you? 通常都是在店裡面 某個店家 店員或者是服務生 他問你 How may I help you? 你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你需要什麼東西 OK,所以我們來分析他的 說話的意圖 OK,他的意圖是什麼? 想要知道客戶 你想要什麼東西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四個選項 刪除不可能的 先刪除不可能 好,第一個 C一定不可能 This is a very friendly and warm city 這是一個非常友善又溫暖的城市 完全沒有回應到服務生他所問的問題 服務生想要知道怎麼樣來服務你 OK,或者是店員想要知道怎麼樣來服務你 但是你完全沒有告訴他 這是不合邏輯的 還有哪邊是不合邏輯的呢? 好,看一下B選項 You've been very helpful 你幫了很多忙 好,大家注意一下 完成式 You've been 就表示說你已經做了 你呢,幫了很多忙 How may I help you? 我要幫你什麼 我都還不知道要幫你什麼 你怎麼會說我幫了很多忙呢? 這在邏輯上面也是有問題的 OK,還有哪邊有問題呢? 好,看一下D It's the first time I've visited this place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 有些同學會說 這有不合邏輯嗎? 好,對方問了 How may I help you? 你需要什麼呢? 我告訴他 喔,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來這個地方 所以我都不知道 我需要被幫忙什麼東西 聽起來好像很順 但是這個問題在於 你說出這句話 沒有直接對應到 How may I help you? 如果你回答 I don't know It's the first time I've visited this place 那可能聽起來會稍微合邏輯一點 所以你沒有直接回應 所以它不是所謂的Best response 它不是最好的回應 不合邏輯 好,那最好的當然是 你直接對應到這個答案 那答案就是A I'd like to have a table for two 我要一張可以做兩個人的桌子 OK? Let's do the last practice 我們來做一下最後一個練習 好,Example 3 請聽立題 Question 18 When my mom sees this report card She'll really get upset 好,聽完這個立題呢 我們就知道 Keywords 我們先來抓 keywords Keywords Keywords有什麼? My mom Report card 跟 upset 好,所以呢 聽到這些字 你就知道 它大概想要表達什麼 當你告訴別人說 我媽看到我的成績蛋 她應該會覺得很心煩的時候 你想要表達出什麼 你的意圖是什麼 你跟你的同學分享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好,你有你的intention 想要跟對方分享自己的憂慮 想要得知一些解決的方法 好,這就是你的intention 所以你會期望對方 就是回應你這些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四個選項 好,不合邏輯的先把它刪掉 來看一下 第一個不合邏輯的地方 A Take her to the hospital immediately 好,如果她心煩就帶她去醫院吧 完全的就是沒有回應到你成績差這件事情 好,我們看一下 B Give her your report on her birthday 好 把你的report在她的生日交給她 可能就不會那麼upset 好,但是呢 這有一個很tricky的地方就是 report不是report card report是報告 report card是你的成績單 所以這個是引誘大家犯錯的選項 C How about telling it to the principal 你要不要跟校長說一下 問一下她校長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嗯 Maybe 如果是一個比較小的學校 可能可以合理 但是以常理來說 自己的成績不好 然後媽媽會心煩 你要得知如何解決這件事情 問校長她不太能夠幫你解決 所以呢 嗯 也是不太好 也不算是最好的 最好的是我們的什麼 最後一個選項 D Well Steady Harder Than 那你就認真一點念書吧 這個才會直接的對應到你成績不好 讓媽媽心煩的問題 OK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Best Response Questions的練習 我們來做一個很快的Quick Review 好我們今天提到了Best Response Questions 它的格式 Format有什麼 它是一個單選的單句 可能是疑問 可能是指數 而你在題目上面可以看到選項的答案 好 Characteristics 它有什麼特性呢 第一個它通常是口語比較不正式 第二個呢 題目的內容其實都會期望得到某種回應 而那最好的回應就是我們的答案 No.3 反應的時間相對來說比較短 因為只會唸一句話 OK Test Preparation 你要怎麼樣準備呢 你平時可以增加單資量 增加背景知識 廣泛閱讀 然後呢 增加接觸繪畫英文的機會 好 Test Techniques 你要怎麼樣做一些 而且當你考試的時候有什麼技巧可以做呢 時間允許先探過一遍答案 接下來聽的過程裡面呢 選出關鍵字 了解這個主題是什麼 再去分析說話者它有什麼意圖 它希望你回應它什麼 最後我們再來刪除不合邏輯的答案 OK So Have you mastered all the techniques today I hope you enjoyed the lesson today And see you next time success 你 你 還可以 我好 你